我们来用ESP8266来驱动4伏马达 这一颗4伏马达 这颗4伏马达因为它用电比较大 而且是吃5伏的电 ESP8266预设它就是3.3伏输出 所以你必须外接电源 那我目前使用的是一个扩充板 这个是5伏施出 这是D线 那目前我接在D2的位置 这一根脚接在D2的位置 透过排针杜邦线接到SG90这颗4伏马达这边 目前的接法是这样要记得它一定要外接电源 不然你的电是一定不够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驱动不了 好,那我们就来开始进行连线 CAM3 选择连线ESP8266 1152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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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AM3,ESP8266,COM3,115200 如果你平常常用这一台电脑接这一个ESP8266 基本上它取得到的IP是不太会变的 现在是因为教学的部分所以我必须从头做一次示范 不然在这里直接可以按取消就过去就好了 因为IP是不会变的 你看我每次抓到的都是这一颗IP 192.168.139.103这一颗IP S31起来了 如果你有把外接电源这一部分做好 基本上就还蛮容易的 开启ESP8266的扩充 积木 把IP放进来 然后我们要的是四伏马达这个 IP贴上来 事件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那因为这个四伏马达是180度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它做一直旋转 那大家只要看它有没有在移动就知道了 现在的这一根针角在这里 好 这个是四伏马达 启动让它知道IP 让我们Squatch 3知道要去找这个IP 然后我们要让它转90度 动了 那如果让它转到1度好了 看它会跑到哪个位置 看它跑下来 那如果让它跑到150度呢 它跑过来 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来驱动四伏马达